人家說行行出獎玩 順地咕嚇誰人知道 照片台灣大小行 走對著鄉天的咖啡 來去行啊來 你在拍我嗎 今天我們來去行啊來 我們的導播老師說要去壓頂 這給你最好啦 來 我先補一張 對我來 唉唷 現在的鴨店喔 雖然小間夢小間 可是他的裝潢還是不錯的呢 Oh my god 這一集福利最好 但是不能播出喔 Bye 什麼 這不是鴨店 等起一點要好好把他們打死一下 不過 看來這個要將你帥氣的老闆 再加上這一鍋香噴噴的鴨頭 暫時先原諒他們 來吃鴨頭囉 好 有夠來到我們試吃的時間啊 這鍋店的精髓好壞 就是在我們島上這貓貓的食物 吃下去 這個 這個叫什麼 一口定輸贏 為各位介紹我們的鴨達人有沒有 鴨先生跟鴨夫人 只為了要找尋心中的家鄉味 提升食材的品質 將獨家口味傳遞下去 這是唯一的堅持 白河鴨先生 你好 來我們開動吧 像市面上這麼多 我們常常講什麼某某鴨頭 最知名我們講白河就是東山鴨頭 對啊 跟我們的白河鴨頭 為什麼不一樣 我們這個不一樣 在於油跟滷汁 每一家調配的都不太一樣 不要說啦 講得多 都沒有好 重點是吃下去的你知道嗎 就是吃下去的口感 而且我們吃鴨頭最主要 可以知道他的靈魂就是在於他的脖子 來了開動了 吃脖子其實最怕茶茶 跟他吃肉乾的一樣 那我先替大家品嘗一下 我們都很緊張在看 欸 沒有看到嗎 他的肉是軟嫩的耶 是嫩的耶 是嫩的 因為一般吃脖子是跟他吃肉乾一樣 是很乾的 怎麼做到的 而且有汁對不對 對 而且我有一個疑問 因為一般那吃東山鴨頭 他就是酥脆 對不對 外面就是炸得乾乾的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保有食物的 那個醬汁的味道 那個肉又不會那個老掉 那個就是跟 煸的過程吧 煸 就對啊 算我們算是油煸的方式 堅持用豬油下去油煸的白河鴨頭 讓這個不好處理的鴨脖子 還保有濕潤 還不會被厚重的滷汁給搶了香味 那你第二推薦我吃什麼 第二推薦的是 頭好了 其實吃頭是吃那種味道的滋味 算稍微吃一下味道好了 對 把它撕開然後吃 裡面的那個肉 來喔見證奇蹟的時刻囉 也是很酥脆耶 這樣怎麼剝啊 這樣吃這個 吃這個就可以了 吃這個就可以了 真的不太會吃頭 吃一下那種感覺 就是不要吃骨頭 皮啊都可以吃 就甜甜香香的 好嫩喔 清香的感覺 因為你看喔 它其實那個鴨頭 它其實就是整個把它滷的 非常焦糖的顏色 這是最誘人的部分 可是我覺得最誘人 是像你剛剛講 吃了會有層次 從前面吃 因為一般第一口都會先吃到 它滷汁的那個 蜜的那個感覺 可是你慢慢吃慢慢吃 你會吃到那個 本身它肉質呈現的香氣 真不愧是我們 興趣意用外景主持人 把我們的白河鴨頭形容的 不去超勝一下 就對不起自己啦 老闆不僅下重本 用豬油來料理我們的食材 聽說對其他的原物料 也有一定的堅持喔 我們的一些就是附加的食材 像醬油那些東西 我們都盡量用在地的 都是我們就是台南在地的食材 台南在地的食材 那這個我們來吃一下 因為吃東山鴨頭 米血很重要 知道嗎 其實它很明顯是我們的招牌 常常很容易很快就賣完 好Q喔 就是比較軟 然後入味 好Q 那種彈簧在嘴巴裡面 那個感覺你知道嗎 這個米血也是一絕 非常的Q彈耶 不過對於東山鴨頭 跟白河鴨頭的差別 還是請老闆跟我們說明一下囉 因為大家對那個東山鴨頭的印象都會比較偏 偏比較乾 是因為糖分的關係 所以為了要跟市場的差別 所以我們在於糖的方面有做修改 聽說好知道齁 他老婆每天自己這樣切一份起來 一個人特寡 每天喔 你看多好吃 因為做吃的最怕你把金錢吃 對不對 所以你看你自己做出來的東西 表示你對你自己的食材用心嘛 還有你自己的那個衛生條件 都非常的安心 就是因為自己吃的放心 才敢端上來給大家吃 現在食安問題層出不窮 如此良心的店家 一定要大力支持的啦 所以在做這個 這個鴨先生滷味的過程 他其實遇到問題還滿多的 除了那個我們要去找好的食材 就換過好幾家廠商 所以我們現在的那個滷味的那個食材 基本上還是自己去載 自己去 不是那種廠商送來的 因為我們有可能會找很遠的食材 是因為要追求新鮮 你的身上是貓吧 跟鳥摸你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是很好啊 因為聽說你以前做西餐嘛 對啊 對於他也知道做五星期 可是他用這樣一個西餐的精神 來做我們的鴨頭 所以你可以發現 真的你看 東山鴨頭的口感 跟我們的白河鴨頭的口感 完全是不同的 這裡的苦夢 這裡的辛苦 還是為了兩個字 安心 好漂亮喔 我最喜歡吃鴨頭 就是因為它弄得有點那種焦糖色 琥珀 對 琥珀色很漂亮 這鳥蛋不只呈現漂亮的琥珀色 而且絕對不是我誇張 咬下去完全是濕潤的 奇怪 大家都會乳東西 我們怎麼都乳不出這樣的味道呢 今天的問題 因為現在大家都會乳東西 但是 就是 那個時間要加到 時間掌握的問題 因為每一個食材 它其實乳的時間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產品比較多 所以它有一個流程 什麼時候是做什麼 不然其實太多東西根本做不出來 你覺得SOP了對不對 對對對 我們真的是白河鴨頭 大家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是你們標新利益了啦 而且把它做得很成功 因為裡面的那個水分是還在的 食物原本的口味也還在 可是它多了他們所說的這個醬汁 這個醬汁真的很厲害 這醬汁在原發當中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大家想說加中藥啊 加個醬油加水啊加糖 好像很簡單 以我拍攝糖的來多年 你裡面中藥材應該放不多 對 但是那個中藥材如果不會放的話 它會讓那個滷汁是會 你吃下去是你的喉嚨是會 不舒服 會不舒服 會縮起來 你加害草是沒有香味的 所以怎麼在於 那個糖醬油跟中藥材的平衡 所以這是要靠經驗的 它的東西真的好好吃耶 又Q嫩 我們來採訪一下好了 這邊有那個客人 你看好吃到捨不得放下 好雪耶 好雪耶 那我們採訪一下啦 問一下你有常常來買嗎 常來啦 幾乎每個禮拜都會來 偶爾想到肚子餓就來了 所以 你是這邊在地的人嗎 白河這邊的人 就這附近的人 他從小在這邊生臟 你特別喜歡吃他們什麼口味的 喜歡吃他們什麼食材 脖子啊米血 然後舌頭 你是不是覺得吃舌頭有那個打擊的感覺 可是講得很尷尬耶 真的不錯耶 好吃嗎 你最喜歡吃它的什麼食材 它的米血不錯吃 還有甜不辣 還有鴨翅那些的 鴨翅真的好吃 謝謝你們接受我們的採訪 今天好吃對不對 還沒太甜 真的很棒耶 謝謝你們 謝謝 今天真的是不虛此行 東西真的非常的好吃 真的很開心 謝謝我們的老闆接受我們的專訪 老闆謝謝你們 謝謝 來讓我們一起 來去海邊來 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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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